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再给我八辈子言之后 大学兄我跟你讲 你知道多少年之前 不是1987年发现超新星 在大麦这轮星云里面 1987A超新星 它的微中子竟然从那个星系 打到我们银河的太阳旁边的地球上面的 日本的神钢山实验室的地下实验台里面 所以那个时候小柴昌骏 日本科学家 侦测到了这个事 这是不得了的事情 你可以想象来自 16万3000光年远的 星系里头的超新星爆炸 微中子竟然能够 送到这么远的地方 还能被侦测到13个微中子 好厉害 所以当时日本的记者就认为 小柴昌骏这个发现是肯定拿诺贝尔奖的 从那以后 每一年诺贝尔奖要发表的时候 日本记者就群聚在他家里头 而且不能打电话给他 就跟着他一起等电话 小柴昌骏后来来台湾 跟我们讲说 那一阵子其实过得比较辛苦 每一年 他都要准备大量的寿司跟味噌汤 然后款待这些日本记者 等日本记者吃饱了酒足饭饱 没等到电话 大家高高兴兴就走了 15年过去了以后 日本记者不来了 电话就来 真的 真是如此 2002年得诺贝尔奖了 是 很有意思 好 可是你刚刚既然这么说 我就顺便向你请教一下 超新星在16万3000光年以外 射出来的 就爆炸之后发散出来的微中子 经过很漫长的时间 反正宇宙有的是时间 我们怎么知道 那13个微中子 就是从那次爆炸发出来 大正宇宙你问的是个非常专业的问题 不是 这个太 不能说你搬了就搬了 我等电话等不到 你等都等到了 对 是这样 这里面又牵涉到好几个非常重要 而又震撼的事实 大正宇宙我们先这样想 如果那个超新星在大麦这轮星系里面 它爆炸的时候 这些微中子是四面八方均匀的送出去的话 那你从那个爆炸点拉一条线到我们的地球 以这个做半径 你画一个圆球出来 那这些微中子是均匀的分布到这一个16万3000光年的半径的 圆球的表面上面去了 而地球在这么远的地方 我们又这么小一个神钢山实验室在日本 它竟然能够侦测到13个 当你乘上所有的表面积 你可以想象超新星爆炸那一刹那 所释放出来的微中子的数量 可能是10的54方 10的50次方 可能1后面50个0 那么多微中子 才会经过这么大的面积稀释了以后 到地球上还能够侦测的到 而且它侦测到的时候 当时神钢山的实验室 在1986年11月12月才重新修了 以前都不行 杂讯一大堆侦测效果不好 前一年的年底才刚刚修复了 准备开始侦测 运气就好到这个程度 1987年的2月23号 突然发现 平常你都是看到一两个 一两个微中子 也不见是真的 很可能是周遭什么宇宙射线穿进来 穿到深的地底下 影响了产生的误差 没有想到 那这13个是怎么样被 叫identify 就是被认清的 它的反正这个微中子侦测器 它里面是有水的 你的微中子打进来会产生变化 所以它一下侦测到13个事件 13个变化的事件 那完全超过了平常的水平 它讲说是不是什么地方出问题了 结果你知道吗 微中子从超新星核心释放出来的时间 是早于超新星爆炸 因为微中子是在核心 这个古老恒星 核心整个垮下去那一刹那 就大量的微中子从核心释放出来了 而微中子不会被这个恒星 外面这些物质挡住 因为它几乎不跟任何物质作用的 直接就飞出来 用接近光速飞出来了 所以它从核心穿出来 穿过它整个恒星的身体的时候 这个恒星还在从外面往里面垮 还在缩线 对还在塌缩核心垮下去了 外面大气层都还不知道 突然发现脚底下空了 就像那卡通片 那个鸟在树枝上 跑到群来外面 然后动些脚以后再掉下去 那恒星掉下去的时候 刚好碰上整个核内部 bounce反弹出来 撞到了外面往里面塌陷的大气层 那一刹那才把整个核心拆散 那远方的观测者 才看到一个亮的超新星出现 但在那之前三个小时 核心的微中子 就已经大量的朝外面送出去了 那卡米尔堅得 神钢山这个实验室 接收到了这13个微中子之后的三小时 光学天空学家 报告说 影像有了 发现了 就是超新星的爆炸 出现了 影像出现了 对对对 所以 这个三小时是一个 会有一个常数吗 或者是你怎么知道说 差不多就是三小时 各个超新星大小不同 他说的这个 看起来这个时差 应该也会不一样吧 这边就是理论天文学家 扮演的角色了 他能够把不同的恒星 核心内部结构 不一样的计算出来 他他说那一刹那 到他整个爆炸光学影像出现 时间差是多少 这就是理论预测了 大众兄弟刚好就把他接到 咱们今天要讲上礼拜的诺贝尔奖 一半的奖金 就是给了理论大师 Pibos 我们来谈谈皮博斯好吗 宇宙学的开山祖师 普林斯顿的大师 今年已经八十几了 但是呢 为什么我会觉得很亲切 是因为我们在UCLA念书的时候 宇宙学这门课的教科书 就是他写的Physical Universe 物理学宇宙 Pibos对我们来讲 就是一个高大上的名字 这次看到他得奖很高兴 我们以前常常会习惯性的 看到一些观测 观测得奖好像很正常吗 你发现中子星 你看到的那个 什么超新爆炸 宇宙膨胀 但是理论学的综整 其实才是科学整个体系 往前迈进的关键 我好像是李约瑟 在中国科学史里面写到说 为什么中国的科学 你看到了好多壮观的 发现 无论是从张恒开始到郭守敬到一行和尚到这些 做了很多重要的观测发现 但是缺乏理论大师 一行和尚还不算 也还不算 他也是去测量去做观测 然后做一些数学上的计算 他有立法 对 但是他要做出整个知识体系来 你说像克普勒 克普勒 他其实他的名头不是皇室天文家 他是皇室数学家 但是他从数学的角度 把整个行星系统都环绕 运行 做出一个知识体系来 知识系统 对 哥白尼 克普勒 跟牛顿 这些都是把知识体系建构起来的人 他们不是说一天到晚 手在望远镜旁边 然后做观测 我发现一个超新星 我发现这个那个了 发现固然很直白的 让你感觉到 科学在进展 但真正整个科学往前迈进 还是靠知识体系的建立 牛顿克普勒 这些是厉害的人 也都没能拿到诺贝尔家 不那太早 诺贝尔1901年才开始 诺贝尔1901开始是给谁 伦琴 我们现在计算X光辐射的单位 你知道伦琴干的 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吗 他发现了X光以后 第一件事就找一个人 来拍X光照片的 他太太 把他太太的手拉过来了 大家现在上网去找 第一张X光的照片 就是他的太太 那个骨疾骨头的手 手里面的骨头 还戴着结婚戒指 你觉得这个 当太太觉得说 我支持你搞科研 已经不错了 你还把我第一张手 拉过去拍X光照片 但是我觉得他太太 应该很高兴 因为他的手从此名垂千古 第一张照片 到了1903年 那是1901年 第一次诺贝尔奖 那1903年就是 具体夫人了 具体夫人1903一次 1911一次 她令人 我觉得令人感动的是 这位女性 她如此的挂念 她的祖国波兰 第一个她发现的元素 叫做Polonian PO 作为纪念她的祖国 然后第一次大战的时候 她带着她这些 放射性的医疗器具 回到她祖国的战场上面 去帮助伤兵 去治疗伤患 所以真的很令人感动 但是这不是重点 重点是 诺贝尔这个人 当年也是弄笔基金 不是发明了火药 硝酸甘油的炸药 好多人就说 她是怎么 是充满了罪恶感 然后要回报 想太多了吧 我觉得 就像我们在前一阵子 文化部教育部 合作的论坛里面 讲到了生物多样性 然后讲到了 环境教育的重要 竟然有年轻的人 年轻学生起来说 那是不是这些大企业家 拿了好多钱 出来做环境教育 做生物多样性的保护育 他们是出于一种赎罪的心态 搞什么 我们看到了很多 当然有一些人是赚钱 但有很多大企业家 都是一分钱一毛钱 自己白手成家 而且他对于知识 有这么强大的兴趣 对于维护和发展知识 也有这种推意之功 去说什么赎罪 我们的年轻人 怎么就是有一种 仇富的心态 这不懂 好吧 我们在 好 皮博斯 对 皮博斯 他把宇宙学 有几个重点 一个重点就是 当时发现了 微波背景辐射 这是重要的 Pensius Wilson 这两个人 他们发现了 他们的大的号角形天线上面 老是有一个 无论指向天空任何方向 都会看到一个固定的杂讯 他们觉得很讨厌 因为他们是AT&T的通讯工程师 这两个人是通讯工程师 他目的是要做良好品质的 无线电通讯 那到哪里都有个杂讯 他们甚至还以为说 那是上面的鸽子 所留下来的排泄物 拿着扫把去扫 扫完以后 不知道说 这就是普林斯顿大学 皮博斯 他们日思夜想的 当年宇宙大爆炸 所留下来的 微波背景辐射 所以后来 这个结果一公布 这两个工程师 得诺伯尔想 但是呢 皮博斯 他们当年就是 适当的诠释 这一个微波背景辐射 跟宇宙大爆炸的关系 所以等于是给了一个 非常坚实的基础 告诉大家 宇宙来自一场高温大爆炸 那皮博斯除了这个之外 他甚至从理论计算 知道我们能够看到的正常物质 是整个宇宙里面东西的5% 那个年代 他就能够预测出来 暗物质跟暗能量的存在 是 所以他整个的理论架构 是帮我们现代宇宙学 打下了完美的基础 为什么到这么晚 看起来诺贝尔讲 好像一方面还在讲 长力长寿 你要是不把身体好好照顾了 那也就不能得 今年的化学奖 给的是锂电池 97岁了 这个老先生据说 每天还一个礼拜工作5天 那很可惜 因为像原来给那个谁 高坤 高坤是光鲜之父 但是给他的时候 他已经失智了 所以我觉得很多时候 你如果确定他的成就 真的很伟大 要给就早点给吧 至少拿到奖了以后 世界各国简直是 凤若上宾的 要多少经费 有多少经费 可以做好多大事 做好多研究 要做好多研究 对 而且我目前也接待过 诺贝尔奖得主 就是钟子清发现者的老师 Anthony Hewish 我接着开着车 从机场接他 到了台北的大饭店 某某月大饭店 那个饭店跟我讲 孙老师接着他过来 一定到我们饭店 要多少房费 你开口 我绝对不会还价 因为我就是说 诺贝尔奖得主 只要到台湾 就要住我们饭店 结果开车到了以后 总经理在大堂等着 直接带到房里 柜台小姐在房里 等着给他办check in 我就跟学生讲说 你们一定要得诺贝尔奖 助旅馆可以在房里办check in 根本不用办了 另外一半诺贝尔奖 才真的是有意思的 好 诺贝尔2019年物理奖 不只是一个人吗 对 对 50%的奖金给了people 做宇宙学的理论架构的 另外50%给了两位 瑞士级的天文学家 他们在1995年 找到了在飞马座的一个恒星 周边的一个行星 第一个在正常恒星旁边 发现行星的 西外行星 对 其实要说起来 第一个找到西外行星的 不是他们 三年之前 1992年 一个波兰人叫沃兹钦的 在一个脉冲星 就是我们刚讲中子星 中子星旁边找到两个西外行星 绕着中子星转 这已经很不得了的 头版头条的新闻了 但因为脉冲星 跟我们正常恒星 完全不一样 那是超新星爆炸以后 留下来的核心 那跟我们太阳系 跟人类生命发展 没有办法产生 有意义的连结 他的形式跟本质到底是什么 脉冲星 我们怎么去更进一步的描述 就是我们刚刚不是讲说 超新星爆炸1987A 核心先垮下去 垮下去的时候 是因为它里面已经没有办法 再产生额外的热量 跟压力抵抗外来的重力 所以重力是有 总有一天等到你终于垮下去了 垮下去那一刹那 对把很多物质 压到一个很紧密的环境里面去 那个不见得会爆 你可能留下来是个黑洞 留下来是个中子星 如果有炸炸的什么都没有 也是第三种可能 很多时候中子星就是这样产生的 但中子星出现了以后 它其实很小 几十公里 几十公里的直径 直径的直径 对 然后高速旋转 从南北极射出物质来 所以这些物质 它的自转轴 跟它的射出物质的轴 是不平行的 就产生灯塔效应了 所以它自转轴 比如说朝上的 它这个中子星 就高速的绕着朝上这个轴转 但是它的轴 喷出物质的轴 如果是斜 南北极是斜的的话 那斜的物质喷出来 你只要扫过了地球 如果地球在远方 扫过它 地球就看到它亮一下 扫离开了地球 看不到它了 回来又看到它了 所以这种灯塔效应 但你知道它每秒钟 可以转到几十次到几百次的 所以每秒钟你看 它就这样闪 这就叫脉冲型了 所以它名字叫脉冲型 感觉像脉冲光 对 你做过美容吗 我看 所以像这种东西 是很特别的天体 但是它因为已经是一个 正常恒星死亡以后的遗骸 你旁边再有西外行星 如果它上面有高等生物的话 它们的大学物理科 它可能是要用电子学开始上 不是力学 有磁 有电有磁 一个中子星的特色 但是不会有光 对 所以沃茨钦就跟诺贝尔奖擦身而过了 但真正的G995年 飞马座51号星 就是比较接近太阳 像这样的正常恒星了 但那时候找到的行星 也是个热木星 距离只有800万公里 是水星到太阳的七分之一八分之一 然后热得不得了 质量又大跟木星一样的 但是不管怎么样 这一个发现开启的后面 到今天直到4000颗行星的先河了 所以我们历史上所发现的 第一个西外行星 是一个热木星的环境 对热木星 但是大众你说这个很好 一开始是发现热木星 就是因为你希望用 希望看到的是那个恒星 被行星环绕拉的左右晃荡 所以一定要行星的质量要大 而且要靠得近 才会有这样的现象 那到后来 科普的任务上去 用眼星法的话 大量的行星就出现了 跟我们的地球大小差不多的 或者是超级地球的 就是不知反己 多得不得了 是 接下来有一个稍微离刚才的题目 都画的远一点的题目 科学家发明了 能够保鲜三年的起司通心粉 可以防止太空人在火星上挨饿 对 就是你可以带赏卫奇 长达三年的起司 等于是面了 对 通心面 你这是个广告还是个新闻 这是很认真的在做 为什么 因为你不是要去火星吗 去火星的话 单程是八个月 到那以后 你待多久 对 你在下头一待一下 做点地质研究 观光拍几张照片 地球跟火星又错开了 八个月是什么样的状况 是太阳地球火星 三者乘一直线 距离最短的时候 是八个月 如果你一错开了以后 你就再等下一次 这个冲又重新出现 就是那个冲冲冲的冲 这个冲的现象重新出现 那要等26个月 也就是在火星上 要待26个月 26个月 然后再搭八个月的船回来 这26个月 你天天吃起司通心面 你受得了吗 2.6个月 我就受不了了 26个月了 当然 他会发展别的食物 他现在只是跟你讲说 怎么样让食物 大专心 我觉得很特别的是 他这边发展食物的方式 不是往里面打大量的防腐剂 不是吗 你想去当太空人吗 好 你告诉我 他去抽真空 对不对 他先拿微波加热 微波加热 把里面的食物的菌 都给杀完了以后 拿塑料包起来以后 塑料包外面 涂上金属 氧化物 金属氧化物 就可以隔绝氧气 大众兄 平常我们的塑胶袋 你摆在那个地方 可不要以为它是密封的 氧气是可以从塑胶袋的缝隙里面 分子结构里面 慢慢往里面 会渗进去的 对 只要有氧气进来 它就会腐坏 细菌就会滋长 这是为什么我们看得到恐龙骨头 为什么恐龙骨头 可以保存上一亿年看得到 就是因为瞬间掩埋隔绝氧气 这是最关键的 瞬间掩埋 所以 它的食物如果能够有效的隔绝氧气 它能够保存时间就会长很多了 他说了 这边说了 经过测试以后 他发现了 这个三年的 保存了三年的东西 口感跟保存九个月差不了太多 保存九个月 大尊兄你也不太想吃了吧 你已经不想吃了 但是您说 这个公司如果说每三年才能够成果 他公司不就倒了吗 他就把它摆在38度摄氏度的保温箱里面 温度摆这么高 他待六个月就相当在正常室温 十几二十度底下待三年了 所以是用个比较高温的环境 来测试他时间长了会不会坏 是 那摆九个月就相当于五年了 他现在都没有把握 万一到时候 不管是偷工减料 或者是人为疏失 这个是有可能的 大家说你对人性怎么这么没有信息 对我不是这个不是人性的问题 这个就是就是可能会发生 it happens 莫菲定律 是 Mufei's Law 是不是 对 好 那接下来有第一位太空漫步的太空人去世了 这是苏联吧 在苏联的叫列昂诺夫啊 那这个人我觉得很有趣 为什么 因为我们讲天文学太空发展的历史课 总会提到他 第一个上太空的是苏联的人加加林 但是他就在太空舱里头绕两圈就下来了 那第一个真正出了门把门打开出去的 是这个列昂诺夫了 那我觉得好玩的是 我们学物理都知道 低轨道的卫星绕地球一圈 只要一个半小时 是 时速是两万八千公里啊 那你说了 大春兄 你如果在上面 别人跟你讲说 大春那时间到了 开门出去吧 你有这个胆量开门出去吧 没有 当时呢 列昂诺夫就开了门出去了 结果你知道吗 竟然没有想到一件事情 外面是零大气压 他的太空衣里面是有氧气的 是 所以呢 一出去以后太空衣膨胀了 远超过那个太空舱的门 进不来了 进不来了 所以刚出去不久 他们就发现回不来 然后呢 太空船里面这个人 努力的要把他拉进来 那列昂诺夫在外面 努力的想要回来 结果呢 到最后折腾了将近十几二十分钟啊 十二分 他说十二分 那十二分钟 完全没有浪漫的 在那边欣赏地球跟宇宙的美感 就是很努力的 想要回到太空船里面来 所以就是在我们最基本的尝试上 遗漏了那么一个 还不能说不知道 这个道理应该说 在学过物理的都能上太空了 应该不陌生的 对对 但是没想到 对不对 我就 这是pioneer 拓荒者所做的事情 他碰到的问题 都是过去人想不到的问题啊 可是你会回头一想想 是后知后觉的说 本来就应该嘛 你一出去外面 衣服一定会膨胀 到后来呢 你知道怎么做的 他就是把衣服的空气发达 卸掉 对 卸掉一部分空气 那这个就跟火星任务里面 麦特戴蒙做的事差不多了 卸掉一部分空气以后 他才进得来 那进得来以后 两个人终于脱险归来 进到太空舱好高兴 可是呢 准备要回航的时候 发动逆向火箭 逆向火箭没有点燃 没有点燃 不能减速啊 那结果呢 他就错过了降落点 待会再说发生什么事 台北FM98.1 News98 98新闻台 10月22号星期二 孙维新谈天单元 国立自然科学博物馆的孙管长 在我们的现场 刚才提到的一个话题是 第一位太空漫步者 梁诺夫 过世了 享受85岁 在他那次进行太空漫步的 这个升空任务 太空任务很成功 但是返回地球的时候 差一点酿成了悲剧 另外一位太空人 也就是把他拉进船舱来的 贝尔雅野夫 和他好像错过了降落点 是吧 对 他们就是逆向火箭失灵了 后来又修复了 但是重新发动一项火箭 往回走 已经错过了 他们原来要进大基层的那个点 所以他们降落落的地点 超过了原来的范围 一个大距离 落在一个西伯利亚 遥远的丛林里面 还好经过24小时 搜救人员终于找到这两个人了 还是一样 能够全身而返了 是这样子有趣的 这两个人命真大 你想一想 你可以活到85岁 是 NASA全女性太空漫步 本周写下了历史 对 所以不是上次不是讲说要 三月份要执行全女性太空漫步吗 咱们这些男人都觉得很尴尬 那结果发现太空一的尺寸不对 大春秋你记得这件事吗 记得 M号的尺码只有一件 他如果出去穿 可是有两个人太空人 但是他们现在要预定在10月21号 要让全女性太空漫步出去安装新电池 本来是这个时间 提前在17号18号 就要去更换损坏的电源控制器了 所以能够这样出去 也算是一个历史 但是他就是在一个男女平等的思想基础之下 对 这个政治正确要随时维持 但是我觉得数量上还是差很多了 从1965年首次开始 我们说刚不是讲列昂诺夫吗 太空漫步 有227位太空人打开门出去到太空做漫步了 只有14个人是女性 所以这个梅尔是美国的 他就成为第15个人了 不大军话说回来 诺贝尔奖得主那么多200多个 其中女性你一只手都不用 说得过来 对女性还是比较苛刻一点的 另外女太空漫步的都是 太空漫步的女性都是美国人 只有一个好像不是 第一次在太空中列印人造肉 我没有念错吧 人造肉现在在地面上已经做了很多了 素食餐厅也开始慢慢有人造肉了 人造肉就是把动物的细胞 他们现在用的牛细胞 我觉得这种尴尬 那不吃牛肉人家怎么办 那拿牛的细胞去大量复制以后 在太空里面创造人造肉 用3D列印的方式 你觉得这有趣吧 你刚才说的素食不是那个vegetarian 不是fast food 对fast food开始做这个事情了 当然这里面有很深刻的意涵 是说你第一方面科技进展到 你能够创立口感跟营养 都等同于动物性蛋白质的肉 这是不得了的科技进展 那另外一件事情 就是你发展人造肉以后 你可以大规模的降低生畜的养殖 水源的耗损 比如说一万公升养出一公斤牛肉这种事情 是不会再发生 然后你降低的大专兄最喜欢念叨的甲烷 甲烷的排放 然后这些动物的养殖数量大幅降低的话 对于我们的排碳跟环境保护是会有帮助的 我总感觉来不及 我们现在说 可以降低温室气体 降低甲烷 但是等到人造肉成熟的时候 这个地球可能已经上升了三度了 那还是乐观的看法 是 那么太空制造人造肉 有什么巧门吗 就是到底它 你说它是3D列印 可是它的原理是 它的原料 原材料 它原材料当然还是动物性的细胞 然后通过你说这些细胞的操作 让它复制产生了 好处是什么 就是因为在太空地面上早就在做这件事情了 因为在地面上技术发展成熟以后 才谈得到拿到太空去做 拿到太空去做以后发现更方便 因为没有重力 无重力状态底下 它的肉可以发展的更均匀 你不需要 因为在地面上 你需要一个模组 一个架构撑着它 然后它是往下坠的 在太空上 你就是一层一层做 太空里面有很多有意义的事 有优点的事情 像工业发展的晶体 就能够非常对称 因为没有重力在拉扯 这个我同意 但是牛 牛不是在地球上的牛 也是在有重力的情况之下长的 对对对 它能长成多么均匀呢 它也不会那么均匀吧 那么地球上的牛 你当然是不均匀的 装重力状态 所以我们就 应该说我们现在 吃过的完美的牛肉 也一定就是不均匀的 你弄得那么均匀 它就不对了嘛 你就怀疑到后来大尊雄受邀上太空战去 来盘牛排 你觉得口感不佳 那当然 你想想看 牙膏都均匀啊 你觉得牙膏怎么样 是不是 对对对对 好 那好 我不跟你抬杠了 成大 这是我们的台南成大吗 对对对 成大的火箭技术 再突破 成功发射了两节火箭 那个我觉得成大很努力的在做 当然以前焦大也在做 就台湾自己在发展火箭这个功能 那现在的两节火箭很重要的就是 它能够在升空的过程中 一节火箭烧完以后脱落 让第二节火箭继续燃烧 不得了 当然我们看到的世界各地 你觉得先进国家 他们发展的都是这样子的内容 你觉得好像看起来若无其事 很简单的事情 但如果说是成他自己 能够发展这样的内容的话 我觉得是很值得鼓励的了 虽然在技术上 你还谈不上说跟国际区比肩齐区 但能够这样做 我觉得已经是很令人鼓舞了 那也希望我们的年轻人 能够看到成大跟焦大 他们在做混合燃料 跟分解火箭的这样的成果 也能够给他们支持 然后投入这样的活动 最早他们是30公斤级的推力 现在已经发展到1500公斤级的推力了 这个推力 怎么样换算了我的尝试的范围里面 能把大尊雄送到太空去 多远 可以 这可以送到太空吗 不 但你看 我没那么轻 对 你分量很重的 你分量很重 但是一方面是说 他能够有一二节火箭 然后他能掌握在空中点火 二节火箭点火的技术 那这就很好了 因为你就第一节火箭 你把丢掉 不要说你把火箭燃料都烧完了 那个火箭筒跟推进器还很重 你还要再用别的燃料 把这些重的无用的东西继续往高处带 那就划不来了 所以他发展这种分解火箭就很好了 所以我觉得这是值得鼓励的 这个团队是在屏东县牡丹乡 续海海岸进行的 这个很好 因为当年92年的时候 不是说台湾要自己发射卫星吗 对 我那时候刚从NASA回来 也被找了国合会团队里面去讨论这个问题 一开始还想找美国 说把美国的探空火箭拿回来台湾 探空火箭就是不进轨道的 叫Sunding Rocket 只是在低高度几百公里上去就下来的 但是美国人就担心了 你是不是拿来军事用途 探空火箭就是洲际飞弹 当年探空火箭就是把炸药拿出来 把仪器放进去就成了探空火箭了 美国人怕给了你台湾以后 你把仪器拿出来 把炸药放回去 就去飞弹了 但是也是 所以到现在 他担心是对的 北国人也说了 你们台湾没有什么方向可以发射 你不能朝西边发射 射过去一个 咱们射过来两个就不好玩了 你朝东边发射 掉到海里怎么办 台湾就说我们有流刺网 渔民可以什么都捞得回来 好玩 不过全舱火箭是大概六公尺不到 五公尺半 直径也只有34公分 264公斤 推力你还是帮我解释 1500公斤的推力 它产生的力量是 我们讲1500公斤 或者1000过万公斤的牛顿 这样子的力量 但是你本身整个的重是264公斤 你大概能够把几十公斤的东西 推上去就可以了 它推力是一回事 但是你上面绸载能够放多少 其实很小的 因为它直径只有34公分 你可以比较一下 这种小火箭 上面最多百个几公斤 十几公斤的东西就很不错了 但至少已经可以开始了 因为现在很多卫星都是越做越小 接下来NASA的消息 SpaceX首次载人任务 可能会在2020年 越想越快了 第一季就升空了 对 它本来应该2019年 今年下半年就要升空的 但现在稍微往后脱离一下 就是天龙号 因为天龙号在今年4月份出了一个问题 在测试时候爆炸了 后来还会有些通讯方面的问题 现在逐步解决了 因此NASA对于SpaceX 这一个天龙号Dragon 把人员送到国际太空站上去 记忆厚望 因为如果这个成功的话 往后SpaceX就能够持续的拿到大笔订单 不断的把人送到国际太空站上去运步 这是很重要的事情 那看起来显然 那问题大概都解决了以后 准备要上去了 台北FM98.1 News98 98新闻台 今天进行的单元 孙维新谈听 国立自然科学博物馆的孙馆长 在我们的现场 维新 我们接下来的消息跟刚刚那个消息很接近的 SpaceX再创记录 Falcom 9 9号 四度发射 我觉得它这个四度发射 就是说他们不断的回收再发射 我觉得大春兄 我们跟下面一个结合在一块 它回收了 SpaceX今年四月份回收三个助推器 然后不断的成功再继续使用 以前讲是说成本降低了90% 现在马斯克把数字改了 降低99% 对 然后又增加了一成的 对 但是不但如此 现在更有趣的是准备要再把 你即使剩下的1% 它还要把它成本降低 就要用3D列印 来制造火箭了 它全世界最大的3D印表机 它跟另外一个公司合作 叫Relativity Space 相对论空间 多好玩 它有一个高达10公尺的3D列印机 然后用巨大机械手背 来列印一个火箭 但是火箭本身的构造是很复杂的 所以它就简化了火箭设计 因为我们知道 你真的要拿来印 用3D列印来印 你不能有太复杂的东西 那一般的火箭发动机 要几千个零件 它这个3D列印 只要100个零件 这个了不起 我觉得让整个零件数目变得少 而且还有一样的效能的话 这是太了不起的工程方面的技术 对 它说它这个火箭 要比传统火箭的零件数量少了100倍 然后这里面95%都是3D列印的 那剩下你5%什么晶片 或者是电线 电缆 橡胶什么的 另外去搞 把它合在一块 那这个很有趣 虽然说它不如列印9号 或者是列印重型 能够送几十顿的东西上去 一开始大概是一两顿左右 但是也不错了 因为它很便宜 又便宜又好做 直接就出现了3D列印的生产线 火箭生产线 而且还说像汽车流水线的机器人一样制造火箭 我看比制造汽车还厉害 因为汽车到现在还有多少零件 不得了的零件 对不对 对 汽车还那么复杂 那有几千个零件 对不对 也是 但是真正如果了解了掌握了物理的话 火箭可以变得相当简单 你只是把一个东西从高重力 送到低重力的环境去就是了 不过另外说起来 只要各方面电脑化的透彻 很多机械性的零件的确都松掉了 对 因为它说相比于你说 这个火箭 它叫Terrain One 2021年就开始发射升空了 Terrain One 2021年试飞了 每次商业是发展以后 价格只要一千万美金 列印九号那小支的 就是把我们服务五号送上去的 就是一直要六千多万美金 它最大可以占二十多吨 二十二点八吨 对 但是它这个是价格就便宜了 我就不需要占那么多东西 小一点 但是价钱便宜很多 所以已经开始签订 拿订单了 蛮有意思 而且又赚钱 你看看 接下来 政府埋藏了什么真相 美国人 美国人的政府敢埋藏真相吗 NASA的前首席研究员 我是想说把这个新闻拿出来 大家看一下 就是说 有人跳出来质疑 当然你说这个人身份到底怎么样 也不知道 但是说 他来个质疑说 为什么在火星上面 上去的探测器 都不携带找寻生命的仪器 都是去找水 去找水 找甲碗 然后找别的东西 但是不去找生命 对 这很奇怪 我们不是有那种仪器 在地震震灾的时候 所以它就金属探测器 它不是金属探测器 它是生命探测器 这里底下埋着有人 为什么火星去不弄一下 我想可能是这样子 在Viking1跟Viking2 做了火星表面基础探测以后 在能看得到跟探索的到范围之内 也没有找到任何生命特征 这是为什么 接下来的四十几年里面 去火星的探测器 就没有携带生命探测工具了 但是当然这是有趣的当时的早期的首席研究员 1976年的时候 他就说了 应该当年曾经发现过生命存在的证据 为什么呢 因为他当时Viking号 把营养物埋到了火星土壤里面去 结果发现都有东西把食物吃掉 留下了气体的痕迹是他新陈代谢的结果 他说这应该是生物反应 你的意思是说四十几年以前 留下人们比如泡面 被泡掉吃了吗 对就是火星生物从地底的窜过来 从地心窜出 把你的泡面给吃了 留下一些食物残杂跟排泄物 我们要特别讲一下 泡面是假新闻 是我们打的比方 不要以后出去火星上有泡面 但是呢 他是说这个早年的七零年代的这个科学家 讲了这个话是说 人类其实应该是在火星上面 可以找到比较基础的生命的 但后来呢 为什么NASA都不做这件事情了 在后来后续任务上只是去找水 不过大春生我跟你讲了 这恐怕也是另外一个假新闻了 因为对科学家来讲 Holy Grail真正的圣碑 是你在另外一个地方独立的找到了 一个独立演化出来的生命 这才是科学家每一个人 不管你政治上怎么样要求 怎么限制 他真正的圣碑就是找到生命 所以他不会说 我明知道那边已经有可能了 或者是对了 就是有痕迹 我们故意不去发现 对对 而且你还是三番五次的去 火星对美国来讲 也是很方便的 Next Door的 隔壁邻居了 是 他去那边一定会找 因为找水 基本上就是在找生命 所以我觉得这也是另外一个 有趣的新闻而已 是 好的 还有一个话题 我们平常常常会接触到的 那就是太阳系里面的八大行星 木星跟土星很多的卫星 我们知道 本来是说土卫二 什么木卫六 我们还有名字 还有 都有 火星的两个卫星就好像蛮凶悍的 对 好了 那现在土星跟木星在比卫星的多寡 一下超越 好像土星超越了木星 对 原来我们都说这两个木星跟土星有六十几个卫星 这是在我们前些年教书的时候 六十几个卫星是个典型的数字 最近这一阵子前不久 木星突然暴增到七十九个 大家仔细观察仔细研究以后 把小的都算进来了 木星到七十九个了 一下领先群雄 没有想到土星从原来的六十二 一下跳到八十二 八十二 多了二十个 多了二十个 对 但是大尊雄这些都是小得不得了的 但他虽然小 因为你环绕一个正正当当的行星 所以他还是有的卫星的地位 那你不同的角度 不同的距离 不同的倾斜轨道 你要用不同的神话去命名 大尊雄你这个大文学家 到时候再研究一下 他们这些神话怎么样命名的这些卫星 哪个族哪个族的 现在都是用宝可梦的名字 是不是 看到宝可梦我就要抓狂了 有宝可梦的鸭嘴火兽 好 好奇号发现 干燥的泥巴地 在数十亿年以前 可能是湖底 这也不是一个最新的新闻了 在这些年来我们上火星的课 就会把火星的照片 整个摆在荧幕上 你会看到 有一些现地的照片 就像是干涸的湖底 那样照片有沉积的感觉 那是一个 另外一个火星整个的北半球 它的平坦 是你很难想象的 你从火星的赤道 往北半球北极走 整个过程走到了北极 高度差没有变化超过两米的 是那么平 对这么平坦 科学家看了就很好奇了 就把地球上各种各样 比较平的地形拿来做比较 像什么撒哈拉大沙漠 美国中西部的平原 还有大西洋的海底 是 都结果发现海底对象 海底 对因为有沉积物 沉积久了以后 它就自然变得很平缓了 所以如果是这样看的话 火星的北半球 原来可能就是一片海洋 一片海洋 对对对对对 但现在你说 去找到了火星上面 类似的环境 就当年类似这个老水坑 留下来的炎的晶体什么的 看起来就还真的很有趣 而且是干湿交替的环境 那就能够 大神圣 我觉得这是跟地球上面 所得到的地质 常年累积起来的知识 去探索火星表面的变化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